一个村民为了躲鱼跑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里 但他却在山洞里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东西 这吓得他赶紧跑了 然而后来当村民带着警察和专家再次过来时 专家一看却惊呼这里面可全是宝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村民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为何专家会说里面全是宝贝呢 今天八荒奇文录就带你去了解一下这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有一天住在山西省晋中市借修棉山一带的李金锁 跟往常一样上山准备砍柴 但天又不测风云 李金锁砍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天昏地暗 阴云密布 狂风大作 一场暴雨马上就要来了 为了不被暴雨困在山上 李金锁赶紧收拾好东西 想赶紧下山 但雨点很快就落了下来 李金锁只能赶紧找个躲雨的地方 他四处张望 正好发现一个隐蔽的小山洞 于是李金锁快跑 两步进入小山洞躲雨 进入山洞后 李金锁一眼望去 只见山洞里十分昏暗 这时他发现山洞的过道前 整齐地摆放着一些石头 像是人为的痕迹 李金锁十分好奇 难道有人在特意掩盖 这山洞里的什么秘密吗 于是李金锁就将石头搬到一旁 摸索着向山洞里走去 但越往里面走 里面就越黑暗 他借着打火机的光 小心地扶着墙壁慢慢前进 突然李金锁好像摸到了什么很大的东西 随后就有什么东西 也为李金锁的触摸掉到了地上 一开始李金锁还以为是泥巴之类的 但他当用打火机凑近一看 他吓得立刻瘫软在地 那是一个没有头的泥塑人像 盘腿而坐在那里 想来地上掉落的应该就是那所人像的头 李金锁定睛一看 那哪里是泥象的头 分明就是人的头盖骨 李金锁冷汗直流 大脑一片空白 反应过来后落荒而逃 也顾不上外面的倾盆大雨 立刻跑回了家中 回到家里后 李金锁久久不能平静 他越想越觉得害怕 于是就将这事告诉了村里其他人后 一个村民听了之后 吃惊地告诉李金锁 在村子附近曾发生过一个命案 就是因为一直找不到被害人的尸骨 所以至今都没破解 李金锁听完这些 想到了山洞里的头盖骨 他和其他村民一致认为 山洞里那块头盖骨 可能就与这个命案有关 于是李金锁立刻报了警 带着民警来到了山洞 民警打开手电筒 进入山洞后 发现洞里摆放着的 全是栩栩如生的泥仆撒象 仔细一看能发现 在这些泥仆撒象破损的地方 露出了许多白骨 有些泥仆撒象 甚至露出了完好的皮肉 这些泥仆撒象里面包裹的 竟然都是遗体 李金锁和民警看到这一幕 都心惊胆战 而这些遗体的腐烂程度 也似乎说明他们并没有死多久 民警计算了一下 这里一共有十几尊泥象 也就是十几具遗体 究竟是谁将这些遗体 巧妙地伪装成泥象 还摆放在这么隐蔽的山洞里 难道附近还有什么命案吗 民警怀疑这里发生了惊天大案 迅速喊来法医鉴定遗体 并对现场进行了保护 没想到法医的鉴定结果是 这些遗体已经存在了至少千年了 肉身历经上千年还没有腐烂 难道这就是传说的活佛现实 李金锁更加慌张了 他害怕活佛会责怪他打扰了清静 赶紧对着这些泥象磕头谢罪 但民警和法医们却并不相信 这活佛现实之说 但他们也十分疑惑 为何这些遗体的肉身历经千年 还没有腐烂 那么这些泥象为何会在这个小山洞里呢 尸身又是怎么做到千年不腐烂的呢 民警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请来了一位文物研究专家 专家得知此事后 立刻赶到了山上一探究竟 专家在一番勘察后 立刻兴奋起来 惊呼这些都是珍贵的宝物 包古真身像 包古真身像指肉身菩萨 在古代如果有得到高僧元祭后 为了使自己的肉身不服 会让弟子将他们的肉身素身成佛 有些地方会被素成泥象或者金身佛像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世人供奉膜拜 在我国的九华山就曾发现过十四个肉身菩萨 而这次在绵山发现的肉身菩萨达到了十五个 超过九华山一个 在古时候虽然有不少修行之人 但元祭后能成为肉身菩萨的却十分稀少 这次绵山十五尊肉身菩萨的发现 对于文物研究上来说 可是巨大的一笔色彩 那么随后问题就来了 这些肉身菩萨为何没有在寺庙中被后人膜拜 反而在这个黑暗隐蔽的小山洞里 经过专家的一番走访 绵山一个寺庙里的方丈提供了真相 原来这些肉身菩萨像 原本确实一直在寺庙中被供奉着的 但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后 绵山陷入了战火之中 当时寺庙里的僧人要么投身国难 就万民于水火 要么就去逃难了 而一位老僧不忍心看着这些尼佛像 被战火摧毁或落入日军手里 于是就将这些佛像 藏到了这个隐蔽的山洞 后来老僧在战火中不幸事事 也就没人知道佛像究竟被藏到了哪里 如果不是礼金所为了躲雨 进入到这个山洞 碰巧发现了这些尼佛像 那么这些肉身菩萨像 还会在此沉埋许久 关于肉身佛像的记载 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唐朝的 一般如果高增缘济后 弟子便会帮他先清洗肉身 之后将遗体摆好姿势 放在一个特制的缸里 放好之后 弟子便会在遗体周围 放一些木炭和香包 之后就盖上缸盖 将石辣图上进行密封 这一过程就叫做做缸 做完这些 弟子会在阴凉处摆放好 这些密封的缸 然后每天看护 如果遗体三年没有腐烂的味道 那就属于做缸成功 做缸十分容易失败 可一旦成功 就会被荡成高尚的存在 那么这次发现的尼佛像 究竟是哪些高僧所留呢 根据目前的资料 专家现在也只能确定 其中三尊肉身菩萨像的身份 其中一尊就是十分文明的 空王佛田智超 在李世民在位时 长安曾有一场大汗 李世民听说田智超的法力无边 便去请他帮忙求雨 而田智超只是让一个弟子 往长安的方向洒了点水 长安就真的下起了瓢泊大雨 因此李世民十分敬佩田智超 在田智超缘济后特意为他立碑 将他封为了空王佛 并下令将他塑造成肉身佛像 虽然其他的肉身佛像身份难以确定 但专家猜测这些佛像来自不同的时期 又来自唐朝和来自宋 原 明的 但无论来自哪个时期 这些肉身佛像历经朝代更替和战争 仍然保留得很完好 这实属不易 这些你佛像对于我国的佛教文化有重大意义 现在他们被遗至寺庙当中被后人供奉着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